危机解密的风暴当中 许多台湾政治人物是因而现行 赤裸裸的权力斗争和禁合游戏 让当事人是尴尬又难堪 更显现出在2007年的后扁时期 到2008年马英九重掌政权的时候 台湾政坛的二语我诈 危机解密让全球政治人物文之色变 台湾2012大选前的敏感时刻 蓝绿阵营内部在2008年前的内部矛盾 也被危机公诸于世 其中最受瞩目将国民党内部斗争赤裸裸 全盘拖出的就是2007年 当时跟马英九关系密切的朱立伦 竟然被爆出在时任AIP处长杨淑蒂面前 戳破蓝营团结的假象 并间接证实马英九和宋楚瑜 连战吴伯雄等蓝营大佬之间 确实有矛盾不合 而从来没有被归为和马英九同一正姓的 立法院长王金平 也被爆出2008年选前曾有意脱党参选领导人 并立邀国民党中生代的朱立伦搭档 对马英九的不满不敢公开讲 但却在AIT面前直言不会马英九无能 截密内容不止让蓝营坐立难安 民进党内各天王对世代交替的矛盾情节 也选择在美国人面前大吐苦水 和党主席蔡英文水火不容的苏贞昌 表示蔡英文犹豫不决的性格 才让大佬放心不下重返政坛 而谢长廷同样也强调 蔡英文的学者性格不符合民进党的文化 导致蔡英文有志男生 可以看得出来不管蓝营或绿营 在2007年后扁时期 新的权力中心还没有形成时的暗潮汹涌 这背后有一些宫廷政争的一个影子 其实跟当时候的04年连宋败选有关 就是马英九要正式崛起 那他希望把这些大佬的主力统统排除 国民党文化就是高来高去 民进党比较单刀直入 那在这个议题上面 谢长廷跟苏贞昌显然是攻击蔡英文的 政坛的角力浮上台面 而台湾政治人物前铺后继 向美国吐漏心里化 也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 他们想可能对未来的一个政治生涯 埋下一个长远的一个好感 所以就知无不尽 言无不言 这些政坛的秘密被台湾政治人物当作筹码 是建立关系也好 或是博取认同也罢 以为说的越多 获利也越多 但谁知道不可说的秘密 意外曝光 可能也乱了接下来的布局 澳雅卫视 周经威彭志华 台北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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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